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骄傲的我 也不知道我以为这双眼睛瘦了多少功 我跟你们说啊 不愧是总裁夫人 人不敢包乡啊 谁说不是呢 她还莫领总的眼睛 要不要到临时公司旗下的餐厅工作 不要 我不太适合吃软饭 不过 说到美食的话 我们可以一起做些创意菜 你觉得怎么样 也不是不可以 毕竟像你这么挑剔的人可不多 那我还挺幸运的 有你这么个小麻烦鬼 小麻烦鬼还喜欢我 我演家吗 你 你说什么 你怎么才来 成母要出国 你快去劝劝他吧 成母 你确定要出国吗 我决定出国深造 我爸催了我很久了 让我去外面 谈一个长期项目 那你为什么之前不告诉我这么突然 我不是一时冲动 我之所以 一直留下来是因为 我有放不下的东西 现在 知道他很好 我也算 没有后顾之忧了 你说的人是 虽然 但告白是真的 还记得你那天问我的问题吗 我最真实的 一直就在身边 就是你 谢谢 我已经知道你的选择了 只是这份心意 还是想让你知道 如果 如果有人想要欺负你 我一定不会坐舍不理的 如果我当时勇敢于你 我一直都相信 你一定会得到自己想要的 照顾好自己 什么味道 没事 我已经处理好了 你手怎么了 对不起 都怪我 橙木忘记关火了 没事 你怎么了 心情不好 发生什么事了 橙木 他要出国了 不知道还会不会回来 出国深造 对他来说是最好的选择吧 就不要难过了 别担心 有我陪着你 你的手 你是怎么自己处理伤口的 我失礼 现在恢复了 大概百分之四十 真的吗 照这样下去 那岂不是快要痊愈了 如果你每天亲我一下的话 我会好得更快 其实以你目前的回复情况来看 已经是个奇迹了 但如果想要痊愈 以我们医院目前的情况 这是不太可能的 喂 你们在哪 我马上到 我警告你们 不该动的人不要动 我怎么都会放过你的 本来不想吓到你 但凌晨突然玩失踪 那我们大家一起认识认识好了 我跟凌晨不少 你们是不是误会了 求不求我不知道 但我只给你们十分钟 到了美国要好好生活 注意安全 我会的 走了 爸爸 说字怎么不接电话了 你应该可能还在赶稿 你便亲自去找什么 我不准你想别人 以后你的心里脑里只能装我 怎么样 是不是心气舒服很多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 就是你的眼睛能赶紧好起来 住手 你们要干什么 我想要干什么你不知道吗 别给我装糊涂 我的前女友从这儿 可以排到法国了 跟你只是玩玩而已 凌晨 你疯了 有什么事冲着我来 我要牵扯不相干的人 原来是想救你的小情人 该不会又是你的小书迷吧 看起初没有 这就是你们子叶大大的人凭本性 住手 我去 你还真几世 我以后不想看到这个网红了 听到了没有 你说什么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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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呃 呃 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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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我解释快不过我解释死 张子 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我的心呢 林总 我这有份文件 是下游得冠金的事 又被挖了出来 还被诬陷 无中生有的事 调查清楚就好了 上面有下游爸爸的签名 这是相当于已经坐实了 就怕我们再怎么调查 也只会被人说造假 处理不好的话 恐怕夏小姐会有牢狱之灾 给我查清楚 到底谁搞的小动作 林总 夏小姐出事了 夏小姐并无大碍 只是受到些惊吓 休息几天就好 还好送来医院比较及时